今天就輪到我做這個makeup challenge 去到第三個星期 因為2月底就正值這個初春 這個sun flare妝現在就大熱了 所以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sun flare 的妝主要就是 打在臉上看起來好像有陽光拍的效果 主要就是會用一些金銅色為主的眼部化妝 首先就是有這支很漂亮金色的唇膏 是一個偏淡粉紅色的 Bear Minerals的叫做Bellini Brunch的一個胭脂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pony effect的眼影 眼影組合 很閃閃的 大家看到嗎 Under Eye Corrector 這支是專門用黑眼圈的 而且我也挺喜歡用這支 因為我之前用過某些遮瑕膏 可能到了晚上的時候 你一笑得多 這裡會開始有些紋 或者是在眼紋的位置 這一支我用了這麼久都沒有這個問題 陰影辣度 然後就把所有東西 混合 混合 今次是淡妝還是濃妝 今次的妝不會太濃的 偏淡 對 淡妝來的 不算淡妝來的 嗯 跟眉也差不多了 再散一點點 因為這支顏色不太濕 因為今次這個是Sun Flare妝 我會用太陽的顏色 偏金 銅色 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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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金色 還有這支香檳粉 粉粉的香檳色 來主機 首先呢 就拿一個大 小小的 一個眼影掃 然後就拿這支金色 不用去到太後味 因為後面我們會用另一支顏色 在前面中段這個位置 印到這支金色 我會用這支橙色 先打底 再加 剛才我展示給你看 那支橙色 就會明顯一點點 這支橙色 是放在 眼... 眼的三分一這個位置 這樣 然後也可以帶下來 去到眼的三分... 去到一半 三分一至一半 這個位置 對... 戴上這樣 大家看到嗎? 都很清楚 這樣兩支顏色 然後呢 就找一個 散一點 fluffy一點的掃 然後就... 上面 看到這個位置 其實很實 然後就掃散一點點 都是打圓圈 這樣掃 弄完之後 見不見到 那個頁面其實是 軟了很多 沒有那麼... 一條 這樣... 看顏色 看顏色 然後呢 我們就再放回去 我介紹過這個pony effect那個 的這個橙色 放入面這個V的位置 現在這樣... blend... 翻開一些顏色 大家看到 它一隻黃黃的 金金的 但是有些粉紅色 閃粉的一層 的一個眼影 來的 那我就會用手指 點在中間這個位置 那那個shadow方面呢 大致上就搞定了 然後就要畫眼線 補了一點點色 因為... 掉了一點點 那個... 中間這個位置 顏色 這就是一個偏橙色的 都是不用擦太多 因為其實今天的妝呢 眼睛已經是很濃的 所以... 如果... 就是... 反而... 如果其他位置 淡一點點 就可以把整件事 平衡 如果不是的話 就... 很濃的 然後就用一支唇筆 畫上嘴的形 出來 因為其實剛才塗粉 都已經遮了一點點 所以畫上那個形 出來 到塗唇膏的時候 就這樣填入它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 塗上膏了 就是我剛才... 跟大家... 講過的這一支 而且它很好啊 它這裡定住 其實是一個唇掃來的 但我只塗上去 塗上去 塗上去 今天這個Sun Flare Look呢 就完成了 好了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下個星期再在BiBi Channel見大... 它是不是知道我快要搞定 所以都要出一出鏡子 在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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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nel 在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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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nel 上來 試試看 被刷 在BiBiBi 期待